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昨天通报了近期股指期货市场的交易情况 根据其披露的相关的数据 近期的股指期货交易量是剧烈的放大 尽管从持仓工作来看 不存在国外现货市场上所谓的裸卖空 但是短线投机气氛加剧 中金所表示 近期股指期货交易量剧烈放大 股指期货三个品种日均成交量324.65万手 较6月份前半月增长了24% 从持仓规模来看 股指期货持仓规模从31.96万手降到23.7万手 成交持仓比升至17倍左右 尽管持仓多空平衡 不存在国外现货市场上所谓的裸卖空 但反映出短线投机气氛加剧 为抑制短线过度交易 中金所研究决定 对护身300 上证50 中证500 股指期货合约 按照报单委托量 差异化收取交易费用 拟于8月1号前组织实施 同时进一步加强市场异常交易监管 对各合约交易量持仓量前50名的客户 进行重点排查 防范和打击 蓄意做空行为 严厉查处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中文字幕提供